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梁學熙 我是水盈文 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 节目湾区全媒体 Vincent, 今集有什么内容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多了, 让我透露一点点 首先广为人知就会和大家去逛逛广州的百年老街 而湾区新里程就会去到深圳福田和你一起逛逛 大家不需要出门口 安坐家中就可以和我们四位去 当然不少得我们的压续环节鸟陷神州 带着大家去重庆赏玫瑰 现在这个时候, 首先出发去南北快市 近日, 全国首单跨省水土保持项目 碳汇交易在龙岩长丁签约 水土保持碳汇 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采取预防和治理措施之后 产生碳汇的过程或能力 长丁院曾经是我国南方洪阳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缘分之一 近40年来, 长丁院因地制宜 因山施策, 泉院森林, 草地, 农田等典型生态系统水土 保持碳汇能力不断增强, 碳汇物质持续增加 当前, 苏州正奋力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 围绕这一个主题 苏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展示馆正式亮相 这里是全国第一个以低空经济为主题的展示馆 展示馆围绕低空起航、低空蓝图、竞逐低空、低空腾飞 这四大篇章 充分展示了低空经济发展的苏州经验 江苏洋版《中国方案》 肖兴市塔山街道地处古城核心 区域内文类资源丰富 既有老顺故里、徐卫艺术馆等人民景点 又有风月里、银泰城等人气超高的特色综合体 现在, 塔山街道所定古城身为目标 不断加大招商人之力度 全力打造古城复兴的全国样板 近日, 佛山一个家居产业集团制造基地 在南海九江临港国际产业社区开园 这个制造基地投资约3.6亿元 占地达17万平方米 主要生产梳化、远床、床垫等家具用品 在园区内设立了数字化制造 直播场景交互应用 以及智能化仓配三大中心 实现了产业园就在一条产业链 上下流就是上下游的设想 从而提高佛山家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日前, 装载住115吨冷冻烤慢 以及日用品的中欧班列 由福州港江阴港站慢慢洗出 经满洲离口岸出境 大约18天后就将抵达俄罗斯的莫斯科 这次是中欧班列福州首次出口敲慢 亦是继3月20日首次以冷冻模式 出口冷鲜水果之后 再次以冷冻模式出口食品 标志着这个班列的冷冻运输 走向常态化 广州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先有南华西街, 再有海珠区 说到南华西街历史悠久 是海珠区最早开发的区域 现在仍然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宁蓝风情 即是说如果我们想了解多些广州的历史 南华西街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没错 现在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去了解一下南华西的故事 南华西街历史文化街区 是广州26片历史文化街区之一 至今已经有248年历史 我们街是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也是省籍的历史文化街区 在我们街上是有很多的历史建筑 分情分貌建筑的 住在南华西街是一种很有仁义感的 在历史方面留下来的遗产 给我们教育我们的子孙也好 拜卖我们的子孙参观也好 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了 南华西街历史文化街区 底蕴深厚而独特 它的形成和十三行物不可分 其实南华西街当时是靠近十三行的 在珠江十三行的对面 当时的富商看中了这片街区 最早在清代的时候 已经在这片地区买地买田 然后建楼 所以这个街区从清代建筑 到民国建筑 其实都是有呈现出来 漫步到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同幅西路 两边的居民区充满蕴味和市井味 这里有群乐式的青砖大屋 和红阳楼 当中不少被纳入 广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 南华西街曾聚集过众多名人义士 今年三月 沉睡近半世纪的双清楼 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1879年 民主革命家廖仲海 何香宁夫妇 就是住在这里 双清楼 双清楼以修旧如旧的方式 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配合该项目 南华西街道对周边人际环境 进行了整治提升 打造成双清广场活动空间 那我们从21年开始 我们就打造了我们的沿学线路 那同时经过两年的不断的升级改造 就完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 南风起南华沿学线路的一个出行 主要也是希望我们的居民群中 更好地能够了解 南华西街的一个历史 早前第十五届全运会 在全球征集会辉设计方案 是的 其实我们回顾历届的全运会会辉 都是以浓宿精练的形象符号 描绘出承办城市 日新月宜的变化 现在我们就去听听 第九届全运会会创作者 邝丹尼和韩小英 他们去讲一下 他们当年的设计灵感 以及对十五运会的会会 有什么期待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 在广州举办 当时会会造型 勾勒出一个九字 直接传递出九运会的元素 又好像一位活力四舍 粉发向上的运动员 正豪迈地跨入新世纪 当时外界期待 将九运会扮成跨世纪的盛典 怎样将广州这座迈向新世纪的 国际法大都市形象 同时兼具运动元素 凝聚到会费当中 这些对邝丹尼来说 都是巨大的挑战 不仅仅是一个运动会的logo 而是整个广东省 广州是一个战略未来的目标 主要先用了一个跨字 关键词 现在讲 后来就是甩红丑 就画呀画呀画呀画 画出一个运动员甩红丑 甩出了一个九字 这个设计方案 由三千多份的设计稿中脱荣而出 九运会会辉就在这里诞生 同时 这种简约理念 对国内运动赛事会辉的设计 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且从我们九运会以后开始 的城市运动会 全国青年运动会 所有都是线条型的 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 由粤港澳三地联办 同二十几年前相比 现在粤港澳三地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九运会会辉创作者韩小英就期待 十五运会会辉 可以展示大湾区文化内涵 今天一个世界的大都市 而且它还形成了一个世界的大湾区 这个概念就非常宏大 这个时候怎么去演绎 还是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还是文化 越往大湾区的文化基因 和它的核心 文化定位是 我应该从这个高度 去提炼它的内涵 广州市关于优化空间载体 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近日获得通过 提出了将会推动工业上楼 全力优化空间载体 全面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那究竟什么是工业上楼 而这些楼又有什么特别呢 立即和我们去到 广州几个工业园 看看它们是怎样更上一层楼 工业上楼 顾名思义就是将工业生产搬到楼上 这些楼宇有特殊的建筑标准和要求 一般首层都会在5到6米 我们建的是6米 然后二层以上我们是5米 都有一个标准 城中的话我们都要做到500公斤 还有我们首层的话是做到1.5吨 像研发像中式 像做一些车间类的 我们就会往楼上走 虽然这里的楼底箱 对比一般写字楼还要高 但是毕竟上了楼 所以大多数企业都是属于轻型生产 环保型和低能耗型的高端制造产业 这里是广州海珠区新较东路的 一个科技创新园 园区总建设用地26万平方米 但是因为向上求空间 规划建设最高12层高的工业用流 所以总建筑面积能够达到84万平方米 是广州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 都市工业产业园 也是广州市高质量发展标杆园区之一 目前园区初期规划建设16栋大楼 预计明年年中建成开源 除了打造随值工厂向上业空间 不少城中村也希望借此机会 重塑产业结构 行入西朗村村镇工业集聚区 这里的厂房比较破旧 外墙脱落 偶以传泥机器的空明星 也遮掩不住园区迟墓的感觉 今年3月 黎湾区西朗村村镇工业集聚区 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获批通过 建成20多年的老旧厂房即将迎来蜕变 打造集科创研发 加生产制造 加企业枯化于一体的港佛两页融合示范园区 就是说配套这种好的工业元素的环境 对企业下面的一些客户群体 它有一个很高的信心的提升 如果作为村民的态度 肯定是支持 因为有这么好的政策 可以说是我们去拿着机遇 去将现在的厂房比较低端 去转型为比较高端 村镇工业集区的改造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它不是简单的拆房子盖房子这么简单 它包括了很多的 我们说的市镇工程配套的一个完善 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说的三线整治 也包括了我们说的道路 也包括了核充 也包括了我们说的人居环境 各个方方面面的 实施意见提出 去到2028年 广州每年工业用地供应量 不会低于一万亩 打造五个左右的特色标杆工业园 推动15个左右低效工业园改造提升 推动20个左右的镇工业集序区 更新改造视点 阳光明媚 最好就出去周围走一下感受一下城市气息 那就对了 有一条新的报道想介绍给大家 说的是深圳福田北架山银湖山公园报道贯通开放 以后市民去那里城市漫步就更加方便 不信的话跟着我们一起行行 比加山银湖山公园步道 就位于北环珍珠里天桥的两侧 北街银湖山 南街比加山 南北两侧近200米的钢栈桥 宽度足足有4.5米 非常舒适平坦 那我们今后就可以沿着步道去逛公园了 深圳这个报道工程在4月15日 完成钢栈桥主体和桥面的铺装 并且对市民、游客开放通行 对大家来说 南北侧钢栈桥连通出行就更加方便快捷 方便 好方便 就是很通道往两边都可以 像我家就住在比加山那个位置 到这边也比较快 原来要坐在这个下面 而且是里巴路不太好 现在坐在车角拐一下就到了里面 走过几次吧还行 如果要去迎护交易公园就很方便了 如果喜欢那种铺步就会一直走 目前报道工程已经完成超过90% 剩餘的工作主要是考虑到无障碍出行 在天桥南北侧 须各增设一座垂直电梯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 将加快推进垂直电梯等附属设施的 建设力增在6月底前员工 比加山银湖山公园步道联通工程 是深圳市山海连城计划 福田区五元联通工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步道贯通后将打通五元联通 跨北环大道断点 方便市民在比加山和银湖山公园之间 往来游戏 为打造深圳人家门口的山海城生活 满足市民健康休闲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民生资讯、科技消息、基建进展等等 我们的节目都是应有尽有 接下来我们的节目 继续会有很多收获带给你的 以下来这个消息 不知道是关于哪一方面呢 中国通市多媒体教材套 完成发布期专题讲座及教学示范 近日在香港举办 当日有近300位学校校长 老师、学生以及学界 办学团体代表到场支持 当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其实就是对自己国家历史有所认识 对我们国民身份认同 对于国家的文化等等 其实也是相当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随着这个 这样逐步因应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的高中课程是越来越贴近 我们同学的学习需要 和时代的发展步伐 中国通市多媒体教材套 由香港教育局课程发展处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 国市教育中心香港联合制作 根据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百集 中国通市内容 编辑成约400多段的教学 和次学视频 并配以教学、工作址等教材套 国家十四五规划表 我们作为第八的中心 就是国际艺术文化教育中心 这是很难得的 但所谓很难得 我们也要不断回归大湾区和国家 说好中国故事 大前提 也要说好历史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 中国通市多媒体教材 适合中、小学同学 在课堂上学习 或者在家里指责 也可以给老师作专业教学 及增益自身历史知识 用途广泛 但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多媒体的教材 就可以增强到课堂上有趣的成分 亦可以加强到与同学者的互动 而我亦觉得这次的教材道 其实很适合我们课堂里面去私教 因为中史这件事都是靠自己背 还有很多朝代要我们去背 有很多史实要去记 有这些教材给我们去学习 总结了一些可能是重点 给我们去学习 我觉得更加有助我们去学习 今年4月 南海东部白云汽田 迎来了投用10周年 珠海高栏中端安全 运行10周年的重要里程 10年来白云汽田经珠海高栏中端登陆的 天然气产量累计突破430亿立方米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10个城市 8千多万人口 持续提供了低碳安全高效的清洁能源 究竟这个不灭的火焰 这10年来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白云汽田是南海东部的主力汽田 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基地 2014年4月 白云汽田荔湾三一汽田正式投产 开启了我国深水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的序幕 荔湾三一汽田是中国首个深水天然气田 所在海域水深达1500米 采用导管架加水下生产系统的开发模式 实现了深浅水天然气的区域性开发 近五年 北云汽田天然气产量 保证在60亿方以上 占广东天然气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一 中国海油建成长达381公里的 弩地管道和39个输气战场 把天然气先后送达珠海 中山 澳门 江门 广州等地 近年来国内能源结构调整 天然气需求不断攀升 白云汽田为了保障大湾区旺盛的天然气需求 全面推进汽田的智能化建设 在2021年 我国海上首个生产操控一体化智能应用平台 在高栏中端建成 目前白云汽田止控系统数字化率近90% 关键数据自动采集比例超过95% 关键设备远程控制比例超过80% 为实现天然气产能逐年上升打好硬件和技术基础 提高气田群开发生产的协同程度及工作效率 在天然气采收 增产 降耗 节能 降碳等多个方面产生积极效果 通过数字软升对系统优化后 高栏中端液态产品回收率进一步提升 每年增产约2000吨 随着生产效能不断提升 白云汽田围绕大湾区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绿色低碳发展等多个领域不断发力 今年中国海油首个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项目 进度已经完成八成 建成投用之后将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注入新活力 这个项目将建成一套20万吨级液态二氧化碳回收利用装置 此事后的话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万吨 相当于指数近1000万架 高栏中端去年输的话就完成了 珠海市首个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年均发电量超过200瓦千瓦时 减碳1180吨二氧化碳 扎根珠海十年 白云汽田主动将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 和区域发展紧密相连 以自身发展带动区域发展 持续深加海洋游戏开发 推动绿色能源生产建设 目前高栏中端日外输天然气超过1800万立方米 燃气发电 城市燃气 汽车加气等产业亦纷纷进驻珠海 一条完整的天然气产业链 正串联起整个珠江西岸 深海公司作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于2023年被工业与信息化部 等国家五部委评为 深海天然气开采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整体智能化水平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目前中国海游在广东省天然气 经济消费市场份额占比约70% 并持续以广东省为基地向粤港澳地区供企 在能源保供方面 高质量助力大湾区的经济腾飞 讲起九尾草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了 我们经常都会在路边或者田地里面 见到它们的身影 但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了 九尾草原来还有一个跟它更加形似 而且是高大威猛的兄弟 它就叫做狼尾草 现在带着大家去江门看看 比较小见的紫碎狼尾草 它的真身是怎样 当走入江门市新会梅江农业生态园 连片的狼尾草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耀眼 它的花碎就像狼尾那样蓬松柔软 草径就挺不有力 在微风的吹忽之下 就像一片片波浪那样 非常之美 据介绍 这个生态园引进多个品种的狼尾草 分别种植在水边和绿地旁边 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淡黄色的狼尾草 徐风饶宜 动感十足 它刚开出的时候会带少少纸红 到后期它会变成翠绿 再慢慢后期它会慢慢丢零 所以每年的年底或者年春节前 我们会进行一次修剪 到它来年就会开得更加漂亮 这片粉紫色的是紫碎狼尾草 它的颜色红棕带紫 油尾的花碎 好像染上了严厉的胭脂 娇眉动人 是比较少见的品种 狼尾草属于多年生植物 喜欢光照充足的生长环境 内寒 内湿 抗寒性强 抗导服 无病重害 狼尾草和狗尾草外观相似 但狼尾草的碎更大更壮 观赏性更强 每当开花的时候 碎狀花聚呈现出淡绿或者淡黄的颜色 之后变成中红色或者紫红色 除了观赏价值之外 狼尾草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它可以作为治料 也可以作为编织或者造纸的原料 在一些地方 还会种植狼尾草用来固体防沙 妙磕神州 精彩在线 今天带着大家去到重庆 这段时间在重庆永川三教镇 云龙村的玫瑰田园里面 五百某连片的玫瑰都开得很灿烂 曼山遍野散发着浓郁的花香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搭清赏花 享受美景 节目的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想想花 今天湾区全媒体的节目时间够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